我觉得到了主卧室的空间 男主人就再也 怎么讲 不能够有太多色系上面 再符合他现代黑白灰的限制 女主人爱的颜色 完全在这边大解放了 对 主卧室的部分 我们就是先挑选了 女主人喜欢的床 宝蓝色的 对 那为了让那个宝蓝色更衬托 所以我们在床头的部分 用了纯白色的皮革 对 那因为我们这个床的造型 其实很有立体感 加上 很通嘛 对 加上它有镶了一些水转 所以为了让床更衬托出来 我们后面用了纯白色的皮革 对 那也是有呼应的带到一些水转 但是我们也用了菱形跟六角形 去拼凑 并且在每个接点的地方 做了约白色的接合 让它看起来更柔和 更有质感 而且刻意把它压扁 然后让那个床的造型感觉更立体 这个空间主卧室当中 其实它的空间我觉得蛮大的 不过咱设计师好像并没有特别给它一个 所谓更衣室的空间 对 为了让它空间保留它宽敞的感觉 所以我们是利用了 左手边这个整座的烤漆玻璃的衣柜 然后跟另外这边电视墙 这边有整片的衣柜 所以这样子加起来就有超过20尺的衣柜 所以它就不需要再画空间来做更衣食 所以这样子把衣柜打翻在这两个墙面 其实它整个睡眠区域的空间可以更方正又完整 对 但我们看到身后的这张华丽的衣柜 其实表面我们用了人造皮革 还有喷漆香槟饮的处理 然后才呈现了它的华丽感 那皮革的部分 这边的话是平绷的 那在另外的这一边 我们还是一样绷了一点立体面的造型 然后所以以这个地方 这个门片作为这个柜子的重点 所以它是一个可以移动式的门片 对不对 对 你知道吗 我觉得它这个抽屉整个做的质感都非常的好 包含它像这个烤漆的部分 甚至当我推开的时候 连它里面这一层都有做烤漆 对 定制家具的好处就是不止你表面看起来很漂亮 其实它从里面到外面都是正面处理 包含从公共空间客厅 一直到各个房间的衣柜的部分 其实都是我们的定制家具 那这些部分的柜子呢 在工厂它会拆卸成几个部分 也许五个 也许三个 来到这边现场组装 可是组装出去 组装上来之后呢 就会看到你现在看到的结果 那你看不出来它是一个定制家具 对 而且甚至它可以修饰的很像变面造型 让你不觉得它像一个柜子 以不同色系打造的女孩房跟男孩房也都利用了定制家具 丰富了空间的精致度 就连书桌的转角啊也都以圆弧的形式来做修饰 让空间呈现百分百的完美哦 当最亲密的两个人对于自己所喜好的风格有所坚持而产生争执的时候 那么不妨先从挑选家具这一步开始达成彼此的共识 也好让设计师从你们两个所共同挑的家具当中 再去捕捉两个人都喜欢的风格 我想这么一来 房子完成后 两个人的感情才会更甜蜜哦